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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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由江宁制造完成的 那么江宁制造座的圣旨有什么特点呢 我总结了一下 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 它的材料 做圣旨必须要用真实做 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真实来做 那么清代最好的诗在哪里呢 在浙江的湖州 由胡斯甲天下也说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清代的圣旨的原料 极大部分都拦至于湖州才的诗 第二点 讲圣旨的颜色 圣旨的颜色并不是像我们电视里面看到的 两面都是黄颜色的 而是根据官员的不同 圣旨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基本上说 颁发给五品以上官员的圣旨是多种颜色的 有五种 有七种颜色的 颜色又多 圣旨又漂亮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清代圣旨的纺织品 这块圣旨呢 如果说全部打开 它就有五种颜色 大家现在看到的可能没有五种颜色 如果打开也有五种颜色 第三个特点 圣旨的长度 我们平时在电视剧里面看到的圣旨 都是太阶两手一拉这么长 但是真正的圣旨最长的有五米 最短的有两米 因为圣旨上面有两种语言 第一种就是汉语 第二种我不说 大家可能有个明白 就是满文 那么写圣旨的时候是这样写的 也就是汉语 始终右向左写 满文呢 始终左向右写 最后汇聚在圣旨的中间 所以一般太阶在宣读圣旨的时候啊 是这样的 首先 嘴巴里面 要把这个圣旨的内容念出来 另外一个手呢 要把读完的内容把它卷起来 另外一个手呢 要把没有读的内容把它展开 这个三个动作 必须要一起合成 才能把圣旨念完 第四个特点 圣旨啊 有防伪标志 那么圣旨的防伪标志在哪里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实物 圣旨的防伪标志在两头 各有两条银笼 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有两条银笼 那么这两条银笼 并不是画上去的 也不是印上去的 而是由江宁制造 用银丝线和特殊的工艺 把它织上去的 如果专业的人士一看 这就是真正的圣旨 做圣旨 做善用丝绸 做龙袍 做孔雀井 这些就是江宁制造的本质任务 前面我们也讲过 江南山制造 就是江宁制造 苏州制造 杭州制造 他们除了做丝绸以外 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做皇帝的密探工作 也就是帮助皇帝完成一些秘密任务 那么江宁制造的朝银 给康熙完成了哪些秘密任务呢 在陷阱留下来的文档中间 我们发现 江宁制造的朝银 给康熙皇帝完成了很多密探任务 今天啊 我学两个给大家说一说 第一个 密探熊刺驴 我在查阅 江宁制造朝银 给康熙皇帝的密制时啊 发现一个现象 康熙皇帝对住在南京的一个官员 特别丧心 曾经三番五次要求朝银 去打探他的情况 第一次是在康熙48年3月 朝银上了一道关于 当时江南地区米家的密责 康熙皇帝在批复的后面 冷不定问了一句话 熊吃驴静晃如何 朝银在下一份的密制里面 马上给康熙回复 说熊吃驴一般都待在家里 南京的官员去拜访他 他一般都不见 偶尔和一些和尚和一些私人 赏赏花写写诗 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那么熊吃驴这个人是谁呢 他为什么为 让远在紫禁城的康熙 对他如此丧心这么关心呢 了解青诗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熊吃驴是康熙年间 非常之有名的大臣 他在顺治十五年的时候 就考虫了进士 他在康熙年轻的时候 刚刚继位的时候 专门给年轻的康熙写了一本万言书 这个万言书啊 直指当时把治朝政 以敖拜为首的四个府政大臣 正是因为这个万言书 那年轻的康熙 对熊吃驴刮目相看 在康熙的八年 康熙除掉了老板 从此 熊吃驴的地位就迅速上升 他首先调到了汉林院 给康熙帮老师上课 五年后 又升任内阁大学士 他的主要的工作之一 就是给皇帝批改奏折 也就是给皇帝的决策 出出主意 想想办法 故宫的文华殿 在明朝时便是皇帝 听取儒臣讲经说时 举行经研日讲的地方 公元1670年 也就是康熙九年 康熙帝接受雄次旅的建议 在文华殿重开经研日讲 学习前代君王治国之道 与儒家经典 同年11月 离部颁布康熙帝圣域 宣布以儒学之国 可以谈出 雄次旅是对康熙帝 影响颇深的一位帝师 据记载 康熙14年 康熙帝以雄次旅素有才能 居官轻慎 申无英殿大学士 然而就在第二年 这样一位 深受康熙帝信任的帝师 备受重用的一品大臣 却突然举家前往江宁府 原来有一件哭笑不得的事 没有办法 他在跑到了 潮影带的南京去的 这件事啊 说起来也是死要面子 活受罪 怎么回事呢 在康熙15年的一天 康熙在批盖皱折 突然发现 有一封皱折批错了 康熙很生气 就叫生病的太监过来 说 你给我去查一查 这个批错的皱折是谁批的 你要告诉他 如果下一次再批出皱折 待悟了国家大事 小心正 再来他的乌沙漫 这个太监 就把皇帝批盖好的皱折啊 搬到了王源阁 王源阁也就是熊四旅这些大学士们 批盖皱折的地方 而且呢 这个太监把刚才康熙皇帝 发伙事讲的一些话 都给大家复述了一遍 讲完以后 所有的大学士都说 这个皱折不是我批的 这个跟我们有关系 熊四旅表面上也说 这件事情我没有批错 我的作者是对的 但是他在想啊 会不会我是投影眼花 一是我自己批错的呢 第二天天还没亮呢 他一个人偷偷摸摸 就跑到了王源阁 把昨天康熙皇帝批盖的皱折啊 一本一本掰了起来 当翻到那一本批错的皱折的时候 一看 哎呀 这本皱折还真是我自己批的 而且工资能源 还把这个熊之旅批的签条 清朝放到了里面去 清朝 批开皱折的程序是这样的 有下面的官员把皱折送到王源阁 王源阁有一个工作人员做好登记 然后分发给各个大学士 大学士批盖好了以后 交给太监 承给我皇上 皇上批盖完了以后 这个工作人员进行等级审核 然后写上某某某大学士签条 删到了这个皱折里面去 熊之旅一看 这个批错的皱折还真是自己批的 这下完了 这个时候熊之旅想 这件事情我要好好的处理 马上想起了一个人 叫杜利德的同事 杜利德平时这个人做自己的弧度 而且曾经也批触过皱折 熊之旅在想 干脆把这些批错作者这些事情 嫁祸给他 让他背这个黑过 熊之旅马上写了一个签条 杜利德平塞到了批错的作者里面 把熊之旅批的签条冲了出来 这个签条可是罪证啊 而且关系到我自己的面子和未来的前途 怎么处理呢 熊之旅做的事啊 那能是大跌眼睛 他在想干脆 我把他吃掉他 他把这个签条塞进了嘴地 巴唧巴唧把他吃下去了 大家想想看 一个正义品的大学士 做出这样的事情 大家说离奇不离奇 但是我也告诉观众朋友们 真正离奇的事情还在后面呢 过了一回 大学士们都来上班了 杜利德也走进了门 熊之旅主动走上去跟老杜打招呼 说杜老啊 你昨天迷糊了 那一本批出的咒词是你的 杜利德一上班 就相当于当头一棍 马上就急了起来 说这个话你不能随便说的 你说这个话是要有依据的 熊之旅要等的就是他这句话 他邓意洋洋 漫漫悠悠 去把那一本批出的咒词拿了出来 给杜利德一看 说 你看看看看 杜利德批的签条在上面 白纸黑字 还有什么好说的 平时 杜利德非常之糊涂 这一次特别的清醒 马上就说 这一本咒词肯定不是我批的 而且这个签条上面的字 也不是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写的 倒像是你熊之旅写的 肯定是你熊之旅写错了 批错了 要嫁祸于我 熊之旅本来想 你杜利德糊里糊涂 认了这件事就完了 但是今天这个杜利德特别清醒 那怎么办呢 熊之旅接口功行 提告了爽门 跟杜利德说 我堂堂正一品大学士 什么时候批错过咒词的 还说我嫁祸给你 你居心猴在 两个人 你一言我一语 吵得是不口开交 所有的大学士都围了上来 怎么劝也劝不开 这时候有一个叫 觉罗沙摩的大学士的一些话 让所有的人都惊待了 熊大人啊 你不要再说了 昨天我家有事 没有回家 就住在了 永远跟南面的床上 你今天早晨 一早就过来 你没有看见我 我可看见你了 你在犯咒词 而且把千条 都吃到肚子里去了 我本来不想说了 但是你们吵得 也太不像话了 熊之旅一听 邓词 目瞪口呆 满脸通红 如果这个时候 地下要有个洞的话 他马上会钻下去 这个杜亦德啊 也是急性子 就指了熊之旅就骂 说你这人也太坏了 自己做错的事情 还要嫁祸于我 实在是气不过去 他就直接跑到康熙那边去告仗去了 康熙听了这个事啊 又好气又好笑 好气的是 你熊之旅堂堂正义品大学士 平时教育人头头是道的 自己做错的事 死不承认 还要嫁祸于人 好笑的是 你熊之旅死要面子活受罪 四十多岁的人啊 连千条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真是匪夷所事 事情闹得这么大了 我不处理也不行啊 大家前面有没有记得我讲过一句话 康熙说 小心正 戴了他的乌纱帽 这句话真的在熊之旅身上映页了 后来熊之旅被康熙摘掉了乌纱帽 这就是我们著名的康熙十五年的矫谦案 关于这段故事啊 在《清圣主十六》中有记载 熊之旅欲也是己过 诗曲草签搅毁 熊之旅杜立得书殿大臣之职 应将熊之旅割职得止 熊之旅着割职 熊之旅官断不成了 在京城里面面子也丢尽了 他到哪里去呢 回老家 人家是一景还乡 我这个样子怎么回去呢 到了康熙十五年 熊之旅带了一家老小 就到了曹雪晴丹的南京去了 众多文所未闻的历史细节 浦杰啊 吓了一跳 浦仪呢 也吓得面如涂灰 大量见所未见的资料图片 贼头 你还有王法吗 许多想被感想的皇家秘文 啪 这手枪 往桌子上一拍 给你脸 你不要啊 百家奖谈系列节目 末代皇祖的心声下部 敬请关注 在《矫谦案》这个故事里 熊次旅这个人看似挺糊涂 挺荒唐的 其实不然 身为帝氏的他 的的确确有真才是学 在他隐居于江宁期间 仍前期研究理学 他写了不少著作 《公元1709年》 也就是康熙48年8月 熊次旅突然病逝 根据相关统计 就在熊次旅去世前后 身为江宁制造的曹寅 习攻上了五道秘者给康熙帝 详细汇报熊次旅的情况 那么日理万机的康熙帝 为什么这么关心 远在江南的熊次旅呢 甚至向秘旨 让曹寅寻得熊次旅的遗书后 进京面奏 虽然熊次旅犯了错 被戈了职 但康熙皇帝 在心中一直惦记着他 到了康熙29年 康熙认为 嚼气哀的事情过去了很久了 大家也慢慢慢慢待望了 他要重新把熊次旅途南京 调回了北京 认礼部上书 到了康熙38年 又升任为东阁大学士 又扶上了正义品的级别 到了康熙45年 熊次旅71岁的时候 康熙皇帝在正式同意他 借下所有的职务 告老还乡 回到南京养老去了 康熙48年8月 熊次旅突然去世了 曹英得到这个消息以后 马上给康熙皇帝写了一封密子 告诉王帝说 皇上啊 熊次旅去世了 根据我现在得到的消息 他是得了立即 这个消息恐怕不一定正确 我再打听一下 有更正确的消息 我再告诉你 康熙皇帝果然 对这件事情 非常之关注 在回复里面喜悼 知道了 在打听用侯医药 临终曾有圣言语 儿子如何 儿还送戏里去 总是 大家从这个康熙的回复中间 我们可以看到 康熙一列问了三个问题 说熊次旅临终前 吃了什么药 说了什么话 儿子情况如何 曹英呢 也不愧是 康熙的心腹 马上就把熊次旅临终前 有什么医生给他开的病 吃了什么药 说了什么话 儿子情况如何 打开得清清楚楚 给康熙以密质的形式 讲到报告 而且还跟康熙皇帝说 太的熊次旅临终时 改基圣恩 遗本细其病中自作 意思就是说 临终前熊次旅 非常的改基黄恩 另外他还写了遗本 这个遗本是他病中亲自写的 这下康熙皇帝应该消停了吧 应该满意了吧 没有 康熙在批复中间继续问 闻得他家圣平果真是否 大家看看 康熙皇帝又关心其 熊次旅家的家财状况 曹颖也继续打听 把他家里面的资财情况 家财状况 生活状况 打开得清清楚楚 也把情况告诉了康熙皇帝 到了这里 康熙皇帝真的应该消停了吧 告诉朋友们 康熙皇帝还在继续问 问什么呢 熊次旅一本系改过的 他真稿口成有无 打听得实而念奏 从这个批复中间 我们可以看出 虽然前面曹颖说 一本是熊次旅在病中亲自写的 但是康熙皇帝看完这个遗本以后 说这个遗本是被人改过的 康熙为什么说这是改过的 在清圣主十路中间有记载 熊次旅的遗本 康熙皇帝看过以后 康熙皇帝认为 终于有一段话 与熊次旅的平时作风不相同 就是在临终前 他推荐他的一个亲切要做官 所以 康熙皇帝叫地方官赶快去打听一下 这个遗本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而且要求 曹颖赶快要找到 熊次旅的真正的遗本 后来 曹颖去康熙皇帝那边 当面做了汇报 我们在清圣主十路中间 看到了这样的内容 康熙皇帝怀疑的是对的 他真的遗本是被改过的 是他的亲切 灿通了熊次旅的家人改的 要求做官的内容 是他们后来私自加进去的 这就是一台熊次旅的前过程 大家听了这个故事以后 是不是会感觉到 康熙皇帝在熊次旅的问题上面 有一点不正常 我认为 康熙皇帝关注熊次旅 关注他的遗本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 康熙皇帝 与熊次旅的关系非常密切 他是康熙皇帝的老师 而且也是他的重要的大臣 最重要的是 在康熙年轻的时候 熊次旅的思想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康熙皇帝的自国策略 所以康熙对熊次旅的感情 是不一般的 第二点 熊次旅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他做了多年的正义品大学士 他在临终前 会不会把治理国家的一些方法和策略 留在他的遗本里面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康熙很想知道 他留下来了什么 记下来了什么 第三 在熊次旅去世前后的这一年时期内 朝廷发生了一些大事 这个大事的主角 与熊次旅有关 是谁呢 就是熊次旅的学生 太子应仁 熊次旅从太子六七岁的时候 就是他的老师 也就是在熊次旅去世前的这一年时期内 太子应仁被一废一列 也就是被废掉的太子又被重新用力 据历史记载 据历史记载 太子总共经历了两列两废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 康熙对有关太子的人和事比较丧心 所以康熙对熊次旅以本的关心 也是情理之中的 根据李建华老师分析 红楼梦四大家族中贾家的原型 其实来源于现实中管理江宁制造的曹家 那么自从公元1690年出任江宁制造 曹寅给康熙皇帝完成了不少秘密任务 除了康熙帝家秘址制定的任务之外 还有一些是曹寅主动去办的 特别是康熙47年4月 明崇祯帝后以诸词换被不获归案 不久江宁府的红武陵 也就是今天南京市的名校里 发生了一件事 不仅让江南百姓议论纷纷 也让康熙帝紧张不已 那么曹寅是如何巧妙地解决这一棘手的事件 让江南地区避免了一场浩劫呢 在康熙47年5月 在南京的红武陵 也就是今天的明校陵 在他的西北角 他卸了一个小洞 这件事让平常人来看 它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但是曹寅知道以后 马上就写了一封秘词 告诉康熙皇帝 因为他知道这样的事 康熙一定会感兴趣 一定会关注 果然康熙马上就回复了 此事奏文的事 而再打听还有什么闲话 写则来奏 意思是说你这件事啊 汇报的太好了 赶紧再打听还有什么消息 写例子向我报告 从这个回复中间我们发现 康熙皇帝是关注的 红武陵边上面 他写的这个洞吗 不是 康熙真正关心的是 这件事情出现以后 当地的老百姓议认了什么事情 对这件事有什么反应 那么当地的老百姓 对这件事到底是如何反应的呢 在下一封 曹英给康熙的密集中间 我们可以看到 明霄灵他写这件事 真是一时就起千尘了 不仅南京的老百姓 就连正江扬州的百姓都疯疯一伦开了 说这个洞他写了实际上这么大 也有的人说这是管理能量不利 让盗墓人尽让盗绝引起的 也有的人说这是大明王朝 气数已尽 是老天爷让他塌的 也有的人说这是明朝在造的时候 就有问题等等等等 那么康熙皇帝为什么对这件事 最近紧张呢 我们知道康熙皇帝是清朝的皇帝 明霄灵是他的前朝皇族的陵墓 有非常之大的政治敏感性 如果明霄灵他写这件事处理不好 极有可能引起反清复明的暴乱 曹英深知康熙皇帝对这件事的担忧 他不仅把这件事情打听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而且还处理好了这件事 他怎么处理的呢 他要求陵墓的工作人员把大门打开 让老百姓免费参观三天 老百姓进去一看 这是他写的一个小洞 而且这个洞离陵墓还有很远的距离呢 与谣传中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所以谣言就不共制破了 这件事自来而来就过去了 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出 曹熙清的爷爷曹英在处理事情上面的一种智慧 首先他在跟康熙皇帝汇报老百姓反应的时候 他是有选择性 没有什么大捏不倒的话 这就让康熙皇帝避免的担忧 也避免了康熙皇帝采取过界的行为 第二他没有去辩驳这些谣言 因为他认为老百姓传播谣言的原因是不了解真相 所以他干脆把大门打开 老百姓知道正义真相以后 谣言就不共制破了 让康熙皇帝紧张的一件事 就这样自来而来就消失下来 除了这两个有代表性的任务以外 曹英平时还给康熙皇帝定气 报告将来地区的米价和天气上皇 因为这些也是关系到老百姓名声的问题 从江宁制造的这些密财任务中间 我们可以发现 曹英做的从表面上面都是一些小事 碎事 无关紧要的事 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些小事 琐碎的事情的背后 认证地去分析 我们可以开除 康熙皇帝在江南地区安排耳目 他并不是想知道谁要反对他 要踩住他的一级 而是他要想知道 老百姓最基层的声音 想要获得更多的综合信息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完整地了解事情的真相 为他做出英明的决策 打下扎实的基础 所以康熙皇帝在江南地区安排耳目 完全是他的一种治国的策略 前面我给大家讲述了 康熙年纪的江南山制造中的江宁制造 对应的是红楼梦四大家族中的贾家 也就是贾宝鱼家 我们也知道了 江宁制造的本质任务是做丝绸的 就是做龙袍 上用丝绸 圣旨等等 我还给大家介绍了 江宁制造 除了本质任务以外 还给皇帝完成了一些秘密任务 如蜜探熊磁鱼 蜜探红武林等等 下一讲 我要继续给大家分享 江南山制造中的苏州制造 对应的是红楼梦四大家族中的哪一家 他又给康熙皇帝完成了哪些本质任务 哪些密太任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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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